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呢,我必须要给大家看两株天鹅兰和飘纯兰 它们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相信即便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对天鹅兰和飘纯兰比较熟悉的 恐怕也没有见过这类的情形 先看这颗吧 这颗飘纯兰呢 就是那个叶子呢,卷起来的那一株 在我手上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也介绍过它几次 那上次介绍的时候呢 就说它长了很多花芽 但是呢,第一个,第二个花芽呢 都枯掉了 那现在呢 它的叶子呢,基本上已经落光了 就是发黄,我就把它给揪掉了 那看一下它现在呢 有前两个花芽呢,枯掉了,我剪了 那现在呢,能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能看到五个花芽 而且每个花芽下面呢,都长了根 这还不算奇怪 给你看它现在长成是什么样子了 模样非常非常的古怪 你看它和正常的花芽呢,不一样 你看有多奇怪 这个样子呢,我都不知道它能不能开花 我很疑心它是开不了的 第一个花芽和第二个花芽呢 都没有长到这么大 就枯掉了 很奇怪 它的模样真的是很奇怪 它完全可以说不是花苞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看下面的这个花芽 也会长得很怪的 它都长得很怪 另外还有三个 只要它其中的一个能开花 我就很满意了 你看多奇怪 它完全不像是一种啊 开发过的花 就像是一种野花的感觉 看起来好像已经开了 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这株飘纯蓝呢 我是从一个朋友手上拿的 在她手上就没有开过花 我估计可能是类似的情况 你看 它的名字呢是 Jean Burchette 而且呢还是获奖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原因呢 是我估计有可能会很快哭掉了 看不到花的 它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哭掉 我觉着 当然了假如它能长大 能看到花的话呢 那真的是会让我很惊喜的 但是我从前两个花芽的 结果来看呢 我对它呢 并不抱希望 这是这个 下面这一个呢 我只能说更奇怪 的确是更奇怪 这一株呢 是我去年夏天才买的 这是那个著名的 Black Pearl After Dark Black Pearl here After Dark Black Pearl 在我手上不到一年 大概就七八个月的样子吧 长得相当不错 这个杆子呢 以前很细的 跟手指一样细 我拿回来的时候 是从台湾来的 那时候没有根 我把它种下去 很快呢 就开始长了这个杆子 这个杆子呢 比较粗壮一些 但是呢比较矮 那前不久 大概也就一个月之前 开始长这个杆子 长这个杆子 我当时没有停水 因为这个还在生长中 所以呢 一直就没有停肥停水 我期间呢 还给它摔了一次 这个呢 整个摔出来了 摔出来以后呢 下面的一些陶粒呢 我就放不回去了 所以的话呢 我就没有把它继续放回去 主要呢 是以水苔为主 下面和顶上呢 有一点点逃力 那今天我注意到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奇怪的现象 这样 你看这个新芽 这个是一个月之内长的一个新芽 长得蛮快的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在正中间 看不清吗 一个花芽 我换了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会不会看得清楚一些呢 我把叶子给摆坏了 看到吗 正中间长了一个花芽出来 在这个新长的杆子上 这个杆 这个新苗才长了还不到一个月 大概就是20天的样子 长得很快 可是它是一个新杆子 正中间长了一个花芽出来 有没有一点奇怪呢 这两颗呢 是很怪的天鹅兰和飘纯兰 那我再给你看另外一颗 这一颗呢 也不能说它怪 只是呢 我多多少少呢 有一点点失望 这株天鹅兰呢 在我手上呢 有超过两年 来的时候呢 是这个单杆子 很小的一个 上面有红蜘蛛 所以它来的时候没有长成 我就把所有的叶子全剥了 很快长了这个出来 也长得不大 这个新杆子呢 也还小 是今年新长的 这是它的标签 Psychonotis Varsavitia 是一个大花的绿天鹅 终于呢 它开花了 毫无疑问是错了 这是红天鹅 Vindelite 还没有打开 这今天呢 刚刚张开那么一点点 其实红天鹅也是很美的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失望 因为我已经有很大株的红天鹅了 这个呢 我期待的是绿天鹅 有一点遗憾 有一点遗憾吧 当然了 这一株呢 我可以把它换出去 或者卖掉 不过呢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失望的 这就是我今天呢 给大家看的三株 天鹅兰和飘纯兰 这两株的情况呢 假如你以前见到过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留言呢 和我探讨一下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这种情形呢 我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就是在顶上 新芽的顶上长花芽 不过呢 你种的多了的话呢 你的植物越多的话呢 你见到的事情呢 情况呢 就会越多 可能见的多了呢 我也就不会 这么以为稀奇了 谢谢大家